好,真的我覺得只有 經歷過上帝的愛的人 才敢把過去這麼不堪的過去 願意分享出來 那這個真的認識文哲很久了 真的看見上帝在他的生命裡面 在他的家庭裡面不斷的工作 這個文哲呢,如果你們上過九型能科學的 就知道文哲就是典型的第二型的人 那他過去是不大健康的第二型 我們每一型你如果不健康 這個都蠻討厭的 那麼第二型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他很熱情,情感非常豐富 那麼很有愛心,也很渴望得到愛 但是呢,不健康的第二型呢 他的愛就會很有很多的掌控 你想想看,如果一個人他愛你的目的 是希望得到你的關係 那麼那個愛就讓人會覺得很窒息 那麼一個情感很豐富的人 所以他也是一個這個任性 脾氣不好 這個很容易就情緒化的人 所以很感恩 我真的覺得他走到對的路了 就是讓上帝的愛成為他去愛別人的動力 不是渴望被愛成為你愛的動力 你就會很容易傷人 雖然你也很有愛心,但是你很容易傷人 就是神經病的經歷 也是文哲生命的經歷 誰要先付出啊?誰要先付出善行 我們啊,人要先啊 人可能要吃素 可能你要早晚要燒香 你要做很多的善事 哇很累了 要消很多的業障 那你才有辦法 你先愛人 愛上帝 然後上帝才會愛你 這個是所有宗教所講的 所以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所以我最近有在FB上面PO一篇文章 就是一個 這個最近 其實不是最近 已經有好幾年 有三個慈濟 功德會很重要的人 他們 紛紛都信了耶穌 所以從那篇文章裡面 他們是很平衡的 他們很愛那些慈濟人 覺得那些慈濟的人真的都 都很善良 他們也很想做好事 但是他們為什麼信耶穌最後他們用一句話來形容 慈濟功德會 我覺得這句話蠻好的 他說慈濟功德會呢 有功德沒有永生 很可惜了 做了那麼多功德 但是不認識上帝 信耶穌才能得永生 有這個愛心 但是沒有救恩 有善行沒有救恩 我們做了很多的善行 但是我們人是需要被拯救的 阿妹來跟你旁邊說 你是需要被拯救的 不是靠你的善行 你就有辦法得救的 你就能夠改變你自己不能 然後最後一句話說 他說有讚美沒有敬敗 所謂有讚美 其實他的意思應該就是強調 慈濟功德會 我們都應該覺得他們做得非常好 但是他們沒有敬敗 沒有把榮耀歸給上帝 是把榮耀歸給人 我覺得這句話非常好 感謝主 基督教不是這樣 基督教是說 我們愛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神 先 愛我們 所以是誰先愛我們 神 先愛我們 所以福音 最讓人感動的地方就是這句話 所以這句話很寶貴的 福音最感動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是神先愛我們 上帝的愛是沒有條件的 不是你要先積功德我才愛你 你要先吃素我才愛你 你要先做這個事情我才愛你 你要先做禮拜我才愛你 沒有 神的愛是沒有條件的 就我們當中每一個人你都經歷到 你根本還沒有做什麼的事情的時候 上帝就已經愛你了 這個剛剛提到那個守德 他這個還沒有為上帝做什麼 上帝就已經先愛他 先憐憫他 恩典先臨到他的這個身上 這個守德他他剛剛講 你們有沒有聽到他以前是信這個 這個外星人教 這個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人有一本書講上帝是外星人 這個想像力很豐富的 所以聽說有一次那個安寧傳道跟他傳福音 這個他講了三個鐘頭外星人教 這個很厲害 很感恩他就得腦莫言 那個細菌就侵入腦中 他就失去記憶力 所以他後來病好了以後 忘了自己姓外星人教 感謝上帝 所以他真的是新造的人 連腦袋都被上帝完全洗過一次 所以上帝很愛他 這個沒有放棄他 雖然他這個抵擋上帝 但是上帝還是先愛我們 不只是這樣 甚至我們當中有很多的人 你已經把你的人生搞砸了 你的人生是在你最不堪 一塌糊塗的時候 上帝就先愛你 這個就是基督徒的故事 我相信我們當中 每一個人都經歷過這一段 我這個禮拜在預備這個信息的時候就回想 聖經人物都是這樣的 你去看聖經裡面每一個人物都是在 他根本沒有為上帝做什麼 甚至他這個人生是最糟糕的時候 上帝的愛就臨到他 而且是像我們剛剛唱的那首詩歌 溫柔 很溫柔的愛就臨到他 我來講幾個人物 這個第一個人物叫做雅各 舊約的雅各 這一個人呢 他是一個很拼命的人 他在母父裡面就很拼命 他的人生在母父裡面就想要 這個這個第一名 所以你知道嗎 他是雙胞胎 結果很不幸的他的哥哥呢 叫以少跑在他前面 他想要第一個出來 因為在舊約裡面 長子有雙倍的祝福 甚至可以承受這個家業 那他就這個想要第一個出來 但是他衝不出來 他的哥哥比他先出來 所以你知道他出生的時候 我也是雙胞胎 我也是老二 我沒有抓住我哥哥的腳跟 他出生的時候是抓住他哥哥的腳跟 所以雅各這個意思就是抓的意思 所以你看這個人很厲害的 在母父裡面就拼命鑽鑽銀 後來呢 這個他就當老二啦 就說郁郁寡歡 每天都在想怎麼樣搶這個長子的名分 很壞的一個人 有一天呢 他的哥哥呢 他的哥哥是打獵高手 有一天他就趁他哥哥打獵很餓的時候 他就故意煮紅豆湯 很香的紅豆湯 所以他哥哥看到了 就想要來吃 他說你要吃紅豆湯 可以把長子的名分賣給我 他說好啊 沒關係啊 賣給你就賣給你 我都快要死了 長子的名分做什麼 他就把用一碗紅豆湯呢 就騙了他哥哥的名分 長子名分 有沒有這樣子就一帆風順了 沒有 因為他的哥哥很壞 也蠻壞的 他的哥哥不認帳 他的爸爸呢 這個要為哥哥祝福的時候 哥哥沒有說對不起 我已經把長子名分賣給弟弟了 他就說好你要為我祝福 但因為他的爸爸喜歡吃野味 BBQ了 他說你去打野味來 我就幫你祝福 所以他就趁他哥哥去打野味的時候呢 跟媽媽狼狽為奸 這個媽媽也很會煮野味 然後就把他裝扮成像他的哥哥一樣 然後那個雅各眼睛昏花 就想奇怪了 到底是誰啊 是雅各還是伊藏 搞不清楚算了 就隨便祝福了 就祝福了 所以他就奪得那個長子的祝福 但是呢 結果呢 有沒有一帆風子 沒有 他哥哥聽了以後就很生氣 就要追殺他 他就連夜就逃亡 一個人就這樣離開家鄉逃出來 所以這個人啊 很可憐 很壞 也很可惡 但是也很可憐 但是他 你知道他後來就走到一個曠野 在人生最落寞的時候 很無助的時候 不知道前途是如何的時候 他就拿一個枕頭就睡覺 那一天晚上上帝就向他顯現 讓他做一個夢 然後上帝就跟他講說 我也與你同在 你無論往哪裡去 我必保佑你 領你歸回這地 然後說什麼 總不離棄你 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應許的 所以雅各他這個是一個夢 醒了以後 他說哇 耶和華真在這裡我竟不知道 所以可見雅各第一次遇見上帝 就是在這個情境 我每次讀這段經文都很感動 弟兄姊妹如果我是上帝 我一定先把他罵一頓 修理一頓 然後再跟他講這些話 那你注意你去讀聖經 上帝通通沒有責備他 沒有修理他 就講很溫柔的話 對他說 我不會離棄你 我一定與你同在 我覺得這個就是上帝的愛 上帝的愛就是這個樣子 好再來我們再看一個人 聖經裡面去新約 剛剛是舊約 新約有一個人叫做沙蓋 這個人其實名字應該叫 該殺才對 因為他很壞 他在當時呢 他是一個漢奸 我們知道耶穌的那個時代呢 這個以色列他們是 羅馬帝國的殖民地 所以他當漢奸 那麼當時的 這個他做什麼呢 他是一個稅利長 專門收稅的 當時在耶穌那個時代 收稅的人是最大的 最大惡極 因為他們收稅 就羅馬帝國說 你只要繳多少錢給我 那至於你要跟百姓收多少稅 隨便你 所以這些收稅的 真的就是仗著羅馬帝國的權勢 真的就是那個 為富不仁的漢奸 所以他很有錢 又是稅利長 但是他們不快樂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人喜歡他 沒有人願意跟他做朋友 所以他很有錢 但是裡面不快樂 有一天呢 他聽說 耶穌要到他的家鄉來了 他聽說耶穌不討厭罪人 還常常跟罪人在一起 所以他就很想去看耶穌 但是你知道這個人人緣不好 他又長得矮 所以他根本鑽不進去 人家就不讓他進去 欸 沙蓋來了 不要讓他走 沙蓋來了 所以他最後沒辦法 只好爬樹 很害怕的爬樹 就要去看耶穌 你看到耶穌到了 耶利哥就做了什麼事情 抬頭一看 對他說什麼 來 我們一起準備 來 沙蓋怎麼樣 快下來 因為樹快要倒了 快下來 今天什麼 我必住在你家 哇 你看到耶穌也是一樣 耶穌沒有先說 該殺的你給我下來 殺千刀的你給我殺 他不是說該殺 他說沙蓋 快下來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所以沙蓋高不高興 哇 很高興 因為沒有人願意去他家 你看後來有人就議論耶穌說 耶穌怎麼到罪人家裡面去住宿 我相信沙蓋一定也覺得不好意思說 耶穌 你不要到我家了 我們到85度C就好了 耶穌說我就是要去你家 我就是要定義要愛你 讓別人看到我愛你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很感動的 上帝的愛就是這樣 在你人生最不堪的時候 他先愛你 好 聖經還有一個人物 就是這個約翰福音第八章裡面 講到有一個行淫的婦人 這個人多慘呢 這個他 他被一群人抓住 那群人就把這個行淫的婦人帶到中間 帶到眾人的中間 也帶到耶穌人面前說 夫子 這個婦人是正在行淫的時候被抓的 所以可見一定很狼狽對不對 一個正在行淫的時候 可能他是一個妓女 或者是跟人家通姦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正在行淫的時候被當眾抓了 所以他一定是衣衫不整 很羞愧的站在眾人的面前 但是你看到耶穌也是一樣 耶穌對他說什麼呢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從此不要再犯罪 一樣 都是先愛他的 好 那還有一個人 那一個人更慘 叫做撒瑪利亞的婦人 他呢 他一生結過五次婚 今天我們這個世代 如果有人結過五次婚 那也是蠻厲害的 他這個到底為什麼會結過五次婚 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很不好的 就是他有克服 克服命 他是少把心 所以丈夫都死掉了 或者說他就是離婚 不斷的離婚 不管如何 他結過五次婚 所以這個人 也是被人家瞧不起的人 但是你看耶穌 願意把福音傳給他 這個就是基督教 就上帝先愛你 來跟你旁邊說 上帝先愛你 所以我們當中呢 如果你人生正在絕望當中 我真的告訴你 今天是上帝要遇到你的時候 你會在絕處逢生 在你對人生命最絕望 對人的愛失去信心的時候 正是耶穌的愛要臨到你的時候 真的我發現 這個人的愛是不可靠的 這個文哲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分享 他很渴望愛啊 所以就想到哇 世代同堂 那麼一定很多人愛他 沒想到是很多人念他 所以你會發現 人的愛是非常有限 什麼天長地久 海枯實然 有時候都是謊言 這個我認識一個牧師 他最近帶領他們社區裡面一個 一個先生信耶穌 這個先生也很悲慘 他們本來他跟他的太太被社區裡面的人公認是標準夫妻 兩個人常常手牽手在社區裡面散步 所以人家都很羨慕 覺得這對夫妻真的感情非常好 但是沒有多久聽說兩個人離婚了 為什麼離婚呢 就是婚姻暴力 這個太太打這個老婆 那因為打老婆 所以被告 講錯了是不是 先生打老婆 對不起 幹時間 先生打老婆 所以 因為就是他打老婆不對了 所以房子都被判歸給太太 但是呢你知道嗎 過沒多久 他發現原來是他太太設的局 因為他原來就已經有外遇的對象 但是呢 就是為了要逼他離婚 所以就故意整天激怒他 講話激怒他 然後把他打他的照相 這個攝影設起來等等 用各種方法 錄音啊什麼 舉證 所以真的破碎 心都碎了 這個最愛的太太竟然做這樣的事情 感謝主 這個 我想耶穌的愛這個時候就臨到他 所以我們 這個真的只有上帝來 聖經裡面說上帝愛是怎麼樣呢 古時耶穌華向我顯示先生說什麼 我以什麼 永遠的愛 愛你 所以剛剛文哲在見證裡面有分享說 說來到教會他找到他一生中 正在尋找的真愛 這個是很感恩 他找到真愛 而且這個愛呢 真的是無條件的愛 不管他做得好不好 依然愛他 依然接納他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故事 好我們看到神仙愛我們 好我們再來讀這一節經文好不好 預備來 好如果只有後半段那這個故事就不夠完美了 好神仙愛我們 好神仙愛我們所以呢我們會去什麼 愛 感謝上帝 上帝的愛不是軟弱的愛 上帝的愛不是一個膩愛 上帝的愛很有力量 來跟你旁邊說 上帝的愛是得勝的愛 上帝的愛是得勝的愛 上帝愛你 就會帶來醫治的大能 讓你這個人的生命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自由 好我們聽到文哲講他 好他昨天沒有講說你們今天的人很有福氣 他今天果然驚爆內幕 好我想大概沒有一個女孩子願意在台上說 他被很多人性侵 好所以你看見他怎麼樣得醫治 好剛剛我聽到 我們聽到親知 好今天領禁拜的親知 好這個說他以前都不敢上台了 這個寧可跑超長20圈都不要上台 好感謝主他現在可以在台上戴金拜 這個就是上帝的愛的力量 上帝的愛是得勝的愛 再跟你旁邊講一次 上帝的愛是得勝的愛 不是軟趴趴的愛 上帝的愛可以醫治你 讓你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自由 這個就是基督教 好我們先讓人經歷上帝的愛 上帝的愛可以給他帶來醫治 我那天聽這個 那個王立民牧師 我們一直在連結的一個牧師 宣教的牧師 他提到他們 牧林教會 香港的牧林教會 有一個弟兄 那個弟兄呢 他的背景也很慘 他當出生沒有多久 他的媽媽就 得慘後憂鬱症 跳樓自殺 所以後來他的爸爸受不了刺激 就吸毒 所以你想想看這個家庭是很淒慘的 所以這個小孩子從小就是沒有父母的愛 所以他功課非常差 從小都很自卑 後來信了耶穌呢 有一天說他想要去澳門做宣教士 所以那個教會就派他到澳門去當宣教士 但是這個人生命還有很多的問題 結果都在那邊製造很多問題 甚至犯了一個很嚴重的罪 那教會還沒有 沒有這個處理的時候 他就自己覺得很羞愧 就從澳門就逃回香港了 然後就很沮喪 但是你知道過了兩年以後 有一次王立民牧師跟他聊天 就問他說你最近恢復得怎麼樣 他說很好 他說你對宣教還有沒有負擔 哇他一聽就哭了 他說是啊 我對宣教還有沒有負擔 他說你對澳門還有沒有負擔 他一聽就哭了更厲害 他說你願意再回去嗎 他說真的嗎 教會真的願意再接納我嗎 他說沒問題 就回去 所以你知道後來他現在已經是 那個澳門教會的主任牧師了 所以你看見上帝的愛是得勝的愛 神先愛我們 所以我們能夠去愛 我們有力量去愛別人 然後我們跟人的關係 也能夠不斷地改善 所以剛剛文者裡面會講說 這個愛使我明白 過去我不愛自己 討厭自己 我任性我自卑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個你知道有 這個如果一個自卑的人 他就很容易人際關係不好 他永遠都覺得別人看不起他 我發現有很多人 你如果常常覺得別人看不起你的 你不要 只希望說你們多多看得起我就好了 不 我們教會以前有一個弟兄就是這樣 他常常告訴別人說 我都不跟他握手 所以以後我遇到他來 趕快去跟他握手 後來我發現我跟他握手了 有一天他又跟別人講說 我太太都不跟他握手 後來我發現這個解決不了問題 他的問題是在他心裡有鬼 他心裡面不接納自己 常常覺得別人不接納他 所以人要得醫治 一定要從裡面得醫治 所以很感恩 這個文者你現在討厭自己嗎 不討厭 所以你看他 文者現在蠻敢秀自己的 是嗎 他每次都穿得很漂亮 對 其實他 這個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笑口常開 感謝主 他是一個健康的人 然後呢 他提到說 這個愛給我力量 當我勵志行善 但行不出來 行出來卻也不得我的時候 神加給我力量 所以上帝的愛很有力量 使他整個生命改變了 他有力量去勞恕別人 好 還有呢 他說這個愛教導我 順不順心 依然要感恩 然後呢 這個凡事能夠看正面 所以你看喔 這個愛啊 愛上帝的愛可以讓一個人 整個心思意念 可以改變 從一個抱怨的人 變成一個感恩的人 凡事看正面 他能夠明白 原來婆婆疼我的方式 就是念 很多老一輩的人 他愛你的方式就是 整天念你 他整個 其實別人都沒改變了 是他整個生命 心思意念的轉變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感恩 他這個愛引導他 把人的優點放大 缺點縮小 其實守得還是蠻多缺點的 這個比較不夠 這個比較不解風情 這個文哲是熱情如火 文哲比較這個守得比較 這個不解風情 但是沒有關係嘛 他還是有很多 他很多的優點 非常多的 所以跟你旁邊來說 你要把人優點放大 缺點縮小 然後他說呢 上帝要讓他明白 夫妻的關係啊 不是整天抱怨的 以及你抱怨不如 帶著他一起來用心經營 所以他真的是我們的榜樣 我們下個禮拜 下下個禮拜 馬上就我們 這個我們每一年都會辦一次 夫妻恩愛引 你知道不得了 他們已經參加過五次 夫妻恩愛引 這一次繼續參加第六次 夫妻恩愛引 很厲害了 我跟你講每次內容都一樣 不是每次不一樣 所以這個都要花錢了 但是他們就很 很渴望很願意去經營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來我們給他們鼓掌一下 感謝主 是上帝的愛 否則以前呢 可能他們不會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上帝的愛呢 讓他們的親子關係也化解了 剛剛我們都聽到 他的孩子可以做見證 媽媽還沒有信耶穌之前 常常打 信的耶穌就比較不打了 因為可以靠上帝 樂助 是吧 樂助我們的血氣 非常好 我們教會有一個姐妹 她也分享見證說 她以前常常教孩子功課 不會就巴蕾 後來呢 有一次她信的耶穌 又要打下去的時候 她的孩子就喊 主耶穌救我 這招很厲害 她怎麼敢打呢 這個 這個我在道路 遇到一個小孩更聰明的 每次她媽媽要拿棍子 要打她的時候 她就自己先跪下來 跟耶穌認罪 耶穌我錯了 她媽媽就不打了 很厲害 這個 所以 這個 她的親子的關係 得到化解 那 剛剛也提到 她化解跟原生家庭 父母 兄弟之間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不容易 我們剛剛聽到她怎麼樣 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她的父親 其實有很多的父母都是很辛苦的 他們以前也不知道怎麼愛孩子 但是她聽到她的爸爸 以前認為她是一個吃喝嫖毒 不負責任的 但是呢 沒想到她是 曾經為了這個大家庭賣血 賣血來維持這個家 所以整個心思意念改變 她看她那些性侵的兄弟們 那些兄弟們 覺得他們 是在一個環境底下 所以我覺得很感恩 上帝的愛 也化解了我們跟人之間的仇恨 上帝的愛呢 讓他們一家五口 成為基督化的家庭 所以現在很感恩 她的父母也信主了 她的家人都信主了 所以她相信這個愛 將來可以再添加 可以再跟父母相聚在一起 所以好不好 再跟妳旁邊講一次 上帝的愛是得勝的愛 上帝的愛是得勝的愛 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我們 上帝的愛可以 醫治我們 讓我們裡面有力量 去行善 去愛別人 我們剛剛講到的那四個故事 聖經裡面那四個故事 都是這樣 我不講別人 我就只講殺該 剛剛講的該殺的那個殺該 當耶穌主動無條件的 在他人生最悲慘的時候 愛他的時候 你看殺該 被上帝的愛 先愛了以後 他就說什麼 主啊 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給窮人 我如果額詐了誰 就還他是非 你看這個人 生命完全的改變 這個就是上帝的愛的力量 上帝的愛 我最近收到一封代導信 就是我們北印度的宣教士 這個碧玉 張碧玉姐妹的這個代導信 我看他的代導信 一邊看一邊覺得很感動 我說到底是什麼力量 讓一個這麼可愛的姐妹 願意離開台灣 你知道他們三年前到了北印度 這個UP省 這個你們那個那個 如果中文叫龐遮省 你就會看到 那一個省不得了了 一個小小的蛋丸之地 集了一億七千萬人 在那個地方 他們已經到了那個喜樂城三年 你知道他們最近很有感動 要對回教徒傳福音 所以他跟另外兩個宣教士 他們已經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叫封恩城 歷盡千辛萬苦 我裡面很感動 我覺得這些回教徒 從來不知道有三個台灣的年輕人 這麼愛他們 完全不認識的人 他們願意把他們的青春擺上 我覺得這種愛到底是什麼力量 很簡單 因為他們經歷過上帝的愛 所以上帝先愛我們 會讓我們更願意去愛 這個我們知道碧玉姐妹 她從小也是很破碎的 她的爸爸在她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 就自殺死掉 所以她從小對父親充滿恨 但是感謝主 她現在整個生命轉變 經歷了上帝的愛 你就有力量去愛別人 去愛別人 這個就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好不好我們一起起立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唱一首詩歌 我們要來宣告 上帝的愛是一個得勝的愛 這首詩歌說 上帝的愛呢 可以讓我們軟弱 變成剛強 上帝的愛呢 可以使我們不在罪中打轉